那一年 许峰刚刚八岁 得了红眼病 只看到眼前到处都是飘扬着的红旗 和亢奋的跃跃欲试的人们 他只知道一次大的舞动即将开始 每个人都在恐惧和兴奋中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 似乎他来了就可以行动 高铁说了 他不来了 让大家撤了 一切来的是那样的迅速 那红色的海洋瞬间就退了潮 只留下地上到处都是砖头和扔气的棍棒 第二次许峰知道老铁也是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他 是在那个举国沉痛的日子里 人们都在等待着他的到来 许峰后来才知道 这个人姓铁一个很怪的姓 可再后来就觉得 这姓真应该属于他 是 谁呀 谁呀 谁 妈 谁呀这是 你 你连厂长这样东西都敢偷啊你 你这臭流氓呗你快站住 站住 站住 像话 你这是 站住 他人是谁呀 臭名昭秀的小流氓许峰 表真大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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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吃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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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救命… 长到了二十岁的徐峰 简直就是一阵风 东西南北中 没有方向的乱刮乱舞 刮到哪儿 都能惹得怨声载道 一九七八年 大量知青返程 那些知青们 每天早上挤在一起 焦急地等待分配的场面 在当时啊 还真是一九年 我说这位同学啊 人家都在排队呢 你怎么这么超脱啊 炒有用吗 狼狗肉烧闹来没闹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雷锋的战友 看见了吗 为人民服务 如果你先排队麻烦呢 我可以帮你呗 我那么荣幸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条件啊 这当然了 我可以适当收取一些赶金费 比如粮票 我跟你说啊 我这个人绝对奖性 只要答应了人的事 绝对不会反悔的 那你能保证我排第一吗 那不可能 你这人都没经验啊 你排第一 正好赶上那帮老头老太太 刚上班啊 这情绪正不稳定的 容易挨血你知道吧 而且效果肯定不会好 那你能保证我排第一局啊 前十名 你看啊 我军的都是十大元帅是不是 所以说只要进了前十了 那就不分前后了 你看这么多人 行 那你说你要多少粮票 五斤 五斤 要少了是对你的不尊重 而且我这也是暗制论家呢 考虑考虑 行 那明天事见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行 我先走了啊 老太太 新奖状我给你挂上了 好啊 把这奖状挂满屋 那咱不给人留机会 不留着 那争第一争第一的 还哪有让第一的 听你的 有本事让他们争取 咱不让 你看那李自成啊 他就剩下十八个人呢 他都打上了 把天下打下来了 这男人就得这样 就得勇往日前 是 是 听你的老太太 来 我给你开开 还用不着用不着 你 你在我还啥都不干了呢 行 真敢赢来的 要不得了手 虽不能把红色肘抓回到营 起码 谁啊 铁锈 我说牛胖子 你喊什么你 我们家老太太 正听李自成呢 正好听到了 刘宗敏鞭打红成仇 万一你这一喊 那鞭子 打不到红成仇身上了 你负责人 我说老爹啊 欺负人没这么欺负他吧 那长篇小说 那都是白纸黑字写好的 我这嗓子一喊 内容发生变化了 那我不成了半箱了 什么半箱半箱 私人帮打倒了 这四旧还得继续破啊 我啊 不和你这个半疯的人 在这儿呼叫难缠 我找你有事 哎呀 我跟您说了 老太太正听评书联播呢 来就这儿了 来 坐这儿了 坐 请啊 快快快 行行行 他使用 我找到 你们让我靠下来 会灵散 我 我 知道 跟你们 他 反正 都不把我 你 妈 你 你 知道 我 你 你 你有没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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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话告诉你 我这次来就这传达 厂当委的决议精神 这级别太高了 吓着我了 我躲了 别别别别 你你你这你这样 你不是为难我吗 我答应你就不为难你了 是不是 咱们俩总得有一个为难的 对吧 你是领导 你比我有觉悟 我看还是为难你吧 在这儿待着吧 别人让文族咬着 我跟你讲 我就知道你得这样说 不瞒你说 我是有准备的 我连花露水都带着 我就在这儿找 我不相信 你一点重情心都没有 好 你看我们家又有院 又有厂子 好啊 愿意待一晚上 茶水我就不伺候 张天 我跟你说 我是在厂长那儿 立了金灵状的 我给你血斩到底 我告诉你 文公五位那一套已经来批判了 你牛胖子的思想也需要拨乱反正 老太太 红城仇挨了那鞭子没有啊 挨了 农民军没把他抓住 让他跑了 怎么跑了呢 因为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哪 都有刘宗敏那身本事 再者了 这刘宗敏呢 他藏着掖着他不传人哪 老太太你说过 你给我安静一下 你这让你这一搅和 你这一搅和 都让红城头给跑了 你师父怎么跟你说来的 说咱们工人阶级啊 心胸最狂狂 最人意 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怎么说的呢 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这要说领导阶级 咱们就要做大气之人 大气之人 儿子 你得给妈呀 多培养出那么几个 像你这样是不是再来 让咱们工人阶级也得光耀光耀 你说是吧 对 快 快 张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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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同学 你打我吧 你掉东西了吧 我 我 对啊 什么样子这个刚刚从你车上掉下来的 是我的吗 都是朋友别客气 这不好意思嘛 这谢了哈 没事 全世界无产机都是一家人 国际哥会唱吧 不分彼此 这是 那什么 那你也帮我一个忙吗 那你说吧 等着 走 走 哎 哎 看见了吗 啊 库得是那个 带一眼镜 那时候你同样 你啊 过去找他要五件银银 不是 他该还我的 我就不好意思问他要 就 穿白日带戴劲那个 对对对 就穿白身衣那个 他也不认识我能给我吗 我就说替我要他 你说那个我在替他排队 超白身 行吗 谁让你刚才住人为乐来的 哥们就是到处找六姨 乐为主的人 行 好 去吧 来来来 等会儿 就要全国的啊 行 等他啊 你好 那个 你的一个朋友 要不让我过来帮他拿 五件银银票 我不认识 你是不认识我啊 他说他在排队呢 走不开 就让我过来帮他拿了 你进 这要全国呢 这儿啊 走 这儿啊 快 你干什么 走 你干什么 走 不是 工作 你干什么 走你这儿呢 我给我回家 干什么 哎 怎么回家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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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废话 骗子 别跑啊 这是一次闹剧一样的接触 让这三个年轻人想不到的是 他们此后的命运 将会交织在一起 而那个让他们的命运 得以交汇的点 就是老铁 徐峰的父母是工程师 全部都园外 在坦桑尼亚 帮助非洲兄弟们 搞工业建设 一去三年 留着他自己管理自己 结果管得 整个厂区的保卫干事 和民警小李他们 一提他就挠头 谁啊 谁 你队杨健的人 来了啊 首长好 今儿总有空到我这儿来喝茶啊 行 听说你最近挺忙的呀 还行 我给你介绍两个熟人 来来来 别不好意思 挂了挂腿 就是有人不好意思的 来来来 还有你 快来 他们俩啊 你认识吗 他们一说抓错人了 我就知道和你小子有关 没抓错啊 你看知青那小子玩阴的 他企图靠立功受奖 骗其组织同行 给他奖励工作 这个很不地道啊 哎 另外那个小子啊 贪小便宜 拿了不改属于他的粮票 这叫天理不容啊 你说的是这个吧 哎呦 谢谢您费心帮我拿回来 哎 这个你今天是拿不走了 你看你 哎 许凤啊 所长好 你小子东西招兵 不是被录取了吗 那是招的文艺兵 你说人家都一冲锋陷阵 抗腔打仗去了 我去吹拉团场 总干什么呀 可以申请到连队去吗 人家团长说了 要不想当文艺兵就滚蛋 我这不就滚回来了吗 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吗 我真是不喜欢把事情复杂化呀 对啊 要不说让你干脆把我收编了吧 你看啊 我第一理想的就是当兵打仗 第二理想就是当警察抓小偷 你看这儿我记成来 我当警察我收门收录啊 怎么样 你想什么呢 我们队我现在还是天天喊着要纯姐话 哎 哎 收你 能不挣消耗 你呀 还是先把监讨捡好去 哎 好嘞 算了算了 就他那一字不差的监讨我都看腻了 你走吧 下次别栽了啊 再栽我就不客气了 真的 谢谢所长 哎 哎 谢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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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长 那知青还未走呢 为什么 他泡在您办公室里 非央求着让咱派出所出一方表现 证明他做了见有没的好人好事 我是连哄待吓的 和不走他 这是为了分配工作 给自己添加的砝码呀 这反正知青啊 也的确够可怜的 哎 正说你了 来来来 进来 所长 就是他 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谢思雨 你给我弄个女的了干什么 我不收女徒的 男的 人家是男的 人家还有派出所出击的 建议勇为正名呢 男的怎么起这么个名字 思雨 多愁善感 是啊 又派后代嘛 所以起的名字也是怪缺怪疤 假文酸醋的 这小子啊 就是因为出身不好 他还曾经考上过大学呢 证审没格格 所以没被录取 哦 好 阿姨 我不爱听人 我一听人 我就感觉特别困 我想听你以前跟我唱的 那些什么 邓丽君的歌 好 阿姨小声给你唱啊 好好好 我可爱听了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你去看一看 你去想一想 变成声大声 欣尔 它只他其实天ooo 你去除夹上 sup 像我啊 和我 一策 词 早晨 兼 理 淹 走 还是 爸 你们一定是在说我了 欧阳 这给你买的罐子 师哥 以后来我这儿 能不能不买东西了 不能 咱八级公公工资就是高 有钱 不花出去心里难受 我来给老孙送工资来了 让你爸跟老孙说说话 师哥 我来给你送工资来了 最近很忙 很少有时间来看你 这几天丫头 在欧阳的指导下 复习功课准备高考 没吵着你吧 兄弟我又给咱们工人结局 争了气 露了脸 师哥 我给你活动活动身子 欧阳云确实曾经是这个厂区的骄傲 如果不是因为一件特殊的事情 他绝对有可能成为省乐剧团的演员 而不是现在厂医务所的后勤人员 阿姨 我来帮你来了 最近阿姨去了菜场几趟 都没碰面你暗示的蒜苗 不用阿姨 吃什么都行 你不用特意为我买 等阿姨买着了给你送过去 你奶奶不是也暗示蒜苗吗 谢谢阿姨 我 小水 来来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来 过来呀 这是我侄子欧阳水 小水 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老铁 铁师傅的女儿铁文 你好 你好 老铁 这是我侄子欧阳水 好 好 铁 铁叔叔 铁叔叔你 我当时就被他给弄蒙了 他过来的时候他说 你掉粮票了 我想怎么我掉粮票了呢 可是他那么坚定地看着我 我就以为那粮票是我掉的呗 后来他说你也帮我个忙 我也没想那么多呀 我就想一个实劲不配的人 怎么也不能害我了 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 爸 这不叫笨 叫实在 是实在 实实在在地笨 快吃吧 我说怎么没带大红花啊 按理说立了公你应该有奖了 你听我跟你说啊 就是咱俩那事是误会的 误什么会啊 饿那小嗓门亮了啊 顶风中穿巴里地去 你 你还有事吗 没事 卫民除街 你听我问你说 来来来 过来过来过来 别躲 别躲啊 过来来 我那是帮你纠正错啊 帮什么纠正错 来人哪 抓强盗啊 快 快 抓我 快 抓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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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强盗 你快等着啊 你快走上 快点 抓我 在那儿 那儿 走了 走了 哪天想吃什么 阿姨咱给你做啊 好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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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阿姨 再见 阿姨 再见啊 走吧 丫头 你先回去 先回去 好 那我先走了啊 多个睿好 我 天叔叔 你收起我当徒弟吧 你这是干什么 你快起来 咱们欧阳家的男生 男子汉 腿不心软啊 快起来 起来 起来 车坏了 是不是 我帮你修车 我修车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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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谁啊 臭名昭秀的小流氓 许峰 就 来 别出声啊 站住 我可是坏人 你是坏人不假 我是好人也是真的 来人哪 抓坏人哪 抓坏人 原来你是女明明 抓坏人慢哪 站住 站住 拿他的衣服 快点 别跑 站住 站住 快点 毛主席说了 咱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你想当工人阶级 腿怎么能这么软呢 我想当丁徒弟 我都打听了 你在这场子里最有名了 要是能当成你徒弟 那多光荣啊 你看 你就都来我们家了 铁师傅也没传说中的那么特殊 谁说的 我说孩子 你到厂里打听打听 论技术论人品 谁能比得上我呀 现在想当工人的 在厂子门口都挤破头了 他当不当得上工人还是回事呢 还挑三拣四的挑上师傅了 你这是误导孩子 拜师傅不挑个好师傅能行吗 比方说 这师傅的水平只有三层楼那么高 那当徒弟的 也只能在一二楼蹦哒蹦哒 你信不信 我是锦衣撤他的火 你倒好 一个劲儿的山峰 我这不是想说什么说什么了 现在进厂子当工人 是有名额限制的 他能当上工人吗 你倒是同意当他师傅了 厂里不收他怎么办呢 谁说的 只要我同意收的徒弟 厂长就得同意 他厂里就得要 你信不信 那师傅 徒弟在这儿就给您鞠躬了 谢谢您师傅 我答应了收你当徒弟了 你答应了 我 刚才我师傅说我答应了 我看着也是 您答应了 你告诉我 我到底抢谁了呀 受害人在哪儿呢 你小子还别嚣张 我告诉你 受害人自然会找到的 你别诬陷我啊 我还有我自己的名声呢 呸 你觉得你现在名还好 那来看给你贼比了 要是跟伟人比 我当然是差一点自愧不如 和伟人比 伟人是海 你也就是汤污水 我还要告诉你小子 我们是专门负责清理 污泥多水的 人无完人 今无足尺嘛 老铁是咱们厂 对外形象的一面旗帜 只要他肯带徒弟 人员由他选 好 好 厂长 怎么了 刚刚接到电报 我们在非洲园外的工厂 遭到了百年不遇的 特大沙尘暴袭击 由原件的同志牺牲了 具体牺牲的同志的名单有吗 这是工业局 协助我们国家 驻当地的大使馆 帮忙查找的时候 列出的名单 我说你们党内的政策 还讲不讲吗 昨天晚上我就没吃饭了 今天早上 怎么办 也得给个咸菜窝头什么的吧 就算是小兽小摩 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 是不是啊 人民饿了 窝头要不要栗子面的 谢谢 那最好 咸菜拌点香油 再给你撒点芝麻怎么样 等我平安昭德学以后 我一定给你写封表演信 你过来 你呀 还是先把你那煎桃写好吧 脑子大不了不干了 要被冥出汗 教教你的小伙伙 看你一会儿准备嚣张 你在干什么 罗长 这个小伙伙无法无天 已经成在厂局里厉害了 我们不能再纵容他了 把他带上 跟我走 送分局 太好了 早就应该如此啊 送厂部 厂长要见他 送厂部 为了吗 刚刚得到的消息 他的父母在非洲原建工地上 同事遇难了 你怎么才来的 西方 不是 你要干什么呀 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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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这条谷你规格太高了 不能用 你给我摘下 你不摘是吧 你这样给我摘 赶頭 这是你父母的灵堂 你千万非止 惊扰了他们 你这是胡闹 许峰 快快快 把他弄掉 来人来人 我闹着他 我看挺合适的 中国的工人阶级就是为了 做一个无产阶级不为大 这两位烈士是牺牲在国外的 他们是为了全世界的 无产阶级失业 死得不光荣 五父五母说得更好 第一 这两位烈士本来就是 这孩子的父母 第二 我们工人阶级不做父母 谁做父母 老铁开始觉得这孩子有点意思 让他觉得 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可是到底像谁呢 他又想不起来 铁师傅好 你怎么起个女孩子名字 我这名是我爸高齐的 不知道 听说你爸爸是个右派 曾经是 我看你文走走的 怎么要当工人呢 工人不一定叫鲁莽 铁师傅也不像了工人 行 你先跟着我 先试试 谢师傅 别谢 师傅好你还得走人 师傅能给我这个机会 我就很知足了 要不谢 表达不了高兴的心情 去弄块水弄块麻布 把这儿都擦擦去吧 这有文化就是好啊 口齿伶俐明白事儿 老田 我这儿还有一个有文化在那儿 我不是大学教授 我这儿也不是孔夫子招生 这是厂长推荐的 厂长觉得不错 是啊 可以带 当然 那你让厂长自己带 你不说是带两个的吗 那个我已经定了 行了老牛 老牛 你忙去吧 没想到又见面了啊 是啊 而且还在同一个师傅手下 你叫什么来着 工人接机为什么 老船那么不合身呢 我在姓思雨 我标了氧水 能不能量体才艺以后 别搞了这么锅锅囔囔的 干活也不是相亲 小伙子你就将就点吧 我这大白天撞鬼了吧 不是在做梦吗 那个 你好啊 媳妇 我听说你有一双当烈士的父母 真让人羡慕啊 我还想羡慕你呢 我想要个活着的爹娘 对了 对了 说好了是你啊 我来替你要回来了 真 真乖不乖 咱们还是敬鬼神而远之吧 怎么着 连长 在这儿巡逻呢 人要知道自爱 不要不知廉耻 您说那话都能闻一闻去了 你不知道吗 在古代的时候 小偷的脸上是要被刻字的 那也不一定啊 你说这个宋江临冲 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幽默 我怎么觉得你穿上这套衣服 怎么这么邋里邋遢啊 你看看人家穿的那些工作服 个个都比你心腔好 是吗 我怎么就没这感觉啊 你突然什么 你里边什么东西啊 这儿 啊 喝一点 有 什么东西啊 以后 你快快 你快去那边去看看 啊 行啊 终于遇到比我还久了 啊 啊 啊 小许啊 小许啊 你是烈士之子 你来顶弯是厂里特批的 我代表全车间的人 欢迎你啊 啊 欢迎什么呀 我都跟他们说了 我不适合做工人 还非让我来 小许啊 咱这是国有大企业铁饭碗啊 你说现在返程之轻 大爷青年多多呀 谁不想当工人啊 我就不想 你让我来了我也干不好 小许啊 你这可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主任啊 你就别在这儿一种心肠了 一会儿做介绍去 看哪个活儿比较清闲自然 我这人哪 素在挂 行 铁丸来了 铁丸来了 是 那你爸在那呢 爸 丫头 不是让你在家好好复习吗 你怎么又来了 猪肉大葱馅的包子 我奶妃得让我给你送过来 你奶奶包子 可不吗 她就知道你喜欢吃这口 我男都拦不住她 愣是一个人在厨房 一个人摸手做的 快点快点趁热吃 你奶奶这个人哪 比红灯记里的 你奶奶一点都不差呀 你好 你好 别嫌弃 这缸子我刷了 这里面是那个 厂里分给美的车间的酸梅汤 怕热天的喝点消暑啊 没事我和我爸那也就行了 这是我徒弟小县 人家特意给你打来 你就喝吧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你好 还好 来 坐 谢谢 见过 快吃饭 吃饭 你一边吃饭 医生 医生 是有用途的 等爸爸岁数大了 你也怎么糊弄我 我找人高兴 爸 不会了 你这是违心的 我这是违物的 老太太啊 你看我这妈妈不哭 又把这黄豆和绿豆 给弄混了 还得请你出山 帮我给挑出来 不想知道老太太 有内衷了 我一直都知道 没有你给我掌舵哪儿行呢 大多空会儿去 拿来了 这儿呢 给 来 四语啊 爸 四语过来找你来了 师父 干啥呀 你这干什么 你是个学徒工 一个月挣十六块钱 还没到登门 向师父求教的时候 你是我徒弟 你得按我的规矩来 我让你登门了 你再来 我没让你登门 你不能来 明白吗 明白 把东西给我放下 师父再见 我等着 说 你不要吃 你都让人家走了 干吗还要留东西啊 你看 你们有什么 你都让人家走了 干吗还要留东西啊 你都让人家走了